瑞穗香瑞北村和马远村衔接台九线的路口 因为路幅窄小大小车辆进出卡卡 都必须要东闪西壁 加上台九线车流量大 影响到村民进出的江湖安全 村长和民众向湘民代表提出成型反应 希望可以改善加宽村口的路幅 台九线连接瑞北社区村落的路口窄小 大小车辆进出都得要东闪西壁 再加上紧邻的台九线车水马龙速度又快 就如螳螂捕蝉黄雀再扣般的威胁 让村民进出村落各个是胆战心惊 对此地方也曾向公路局提出改善 但令公路以外的范围并无管辖权 因此接获村民反应的乡代表林玉芬 再次邀集乡公所会同了村长李孔中与村民现场会刊 建议就由地方负责改善 保障村民出入的交通安全 我们又再次的跟公所村长来会刊 今年要准备来施作 希望把路面能够增大加大 然后让我们的行人能够 用路人能够安全的右转 进出方便安全 向代表林玉芬也将协助地方提案争取 村长李孔中所提出将村口路幅加宽 成喇叭口形状的建议 避免进出车辆卡在路口 影响进出交通 三方会看后也达成共识 三公所也将会尽快规划改善 记者石玉兰瑞瑟采访报道